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今有一邊長十公分的正立方題的大理詞 各邊分割成五等分 分割成五等分 1 2 3 4 1 2 3 4 5 分成五等分 試回答下列兩題 我們看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他說 此分割後大理詞 正立方題總表面積變為原來的 變為多少平方公分 那我們現在來看 他分割 這邊長分割五等分 那就是5乘5乘5 就5的三次方 現在有幾個小立方題 有125個小立方題 那每個小立方題 他的表面積是多少 每個小立方題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邊長 邊長是等於 10乘以5 邊長是2公分 每個小立方題邊長是2公分 他的那個 表面積 我們就小a好了 就是 2的平方 是一個面的面積 他有6個面 這個正立方題的話 他有6個面 乘以6個面 這個是一個小立方題 他的表面積 所以他的總表面積多少 總表面積 就是 總表面積的話 他總共有125個 所以是 64、24、24 這是24 乘以多少呢 乘以125個 所以這樣就是答案 他說總表面積變成多少 平方公分 這個就是答案 一個4 4 就是說 一個8給他 8給他的話 就是變成1000 125 乘以8的話 5、8、4、10 第4 8、26 16、20 1000 一個8給他 8、3、24 就3 8 8乘以125 1000 3乘以1000 1000 所以這等於3000 3000平方公分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C 第一小題答案應該要選C 讓我們看第2小題 第1小題 第2小題他說若灰石和鹽酸的環運速率 和灰石的表面積層的比 那麼環運速率變為連來幾倍 好,那環運速率變成原來的 這是後來的這個表面積 除以原來的表面積 原來的表面積 10乘以10 100 6個面 600 這是600 後來把它割成125個的話 總表面積是3000 所以這樣等到多少 630 環運速率變為原來的5倍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C 1 1 3 4 3 4 2 4 6